來接下來國發會 最後一個問題喔 上一次大條水上樂園炸彈洗錢的案子 我要求把高級的董事長 沒有辦法讓他安全下樁 記憶蕩然無存 要把他換下來 然後經紀部部長給我承諾 說他會去跟國發會有一席董事 大家一起合作 說最近一次用最快的方式 要把他處理掉 現在處理的進度如何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主委已經有跟我們住在高雄捷運的董事 已經有跟他下達指示 所以呢 什麼時候要處理 還是你不知道這件事情經紀部主導 的確像委員所講的 我們的代表 如果下次公司召開董事會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立場來做一個呈現 會不會正式提案 解任董事長 如果有開會 我們的代表會提出來 就正式會提案嘛 是嗎 因為你們上次跟我講說 會把這個意見表達 會反映 結果 表達反映了 也沒有正式提案 我不能在經紀部發言 但是我們國發基金的代表 一定會提案 會嘛齁 OK好 好 非常謝謝黃國昌黃委員